記者 杰智 冰菁天犯類送母最後一程 趕傷媽媽變成蝴蝶了 謝謝你們姐來 不要不好意思在家裡的事 然後謝謝大家 你打到我媽媽 接下來 謝謝 藝人冰菁天的媽媽 在上個月21號病逝 享受70歲 許多藝人好友奪上鮮花 合作多部作品的好友張軍寧 周楚楚三害的監製李烈 也親自到場送別 他沒辦法來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軟今天是演藝圈出名的孝子 從小由媽媽開泡沫紅茶店 養大他和弟弟 母子感情相當深厚 把他蓋票打了 軟今天以電影 周楚楚三害再度翻紅 拿下第五屆 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男演員 日前他以家是唯一 由未出席領獎 在台中處理媽媽後事 結束後他也在IG感謝大家 謝謝所有人 以前圓滿媽媽變成蝴蝶了 謝謝大家